我曾经看到过一个问题,你觉得肖战怎么样?我感觉我快粉不下去了,我能听听你的意见吗?我们日常所说的粉约等于喜欢,其实是一个主观词,你自己去粉,而不是别人逼着你去粉,这也有什么好不能控制的吗? 肖战是个怎么样的人,每个人心里有一杆不同的秤,喜欢的人都是优点,讨厌的人全是缺点,但我自问做人还没有做到肖战这个地步,在万人黑的时候,所有的素人朋友都在帮他说话,没有一个出来火上浇油的,我觉得做人到这个程度,人做得很可以了,明星的素人时期也只是万千人群中那最普通的一个而已,但很多事情是装不出来的,我觉得你粉一个人就选择相信自己的眼睛, 自己所看到的,而不是应该听别人的意见,其实肖战在没有出道前作为一个普通人,就是我们平凡人中的大多数,但肖战偏偏偏在步入社会后,又参加了选秀,然后出道,然后走到了公众的面前,他走了一条不同于原本计划的路,他出道的年龄实在没有什么优势,我不想说他有多努力,因为大家其实都很努力,但肖战很特别,至少我觉得很特别,他思想成熟,了解自己, 也了解这个社会,他的所有采访都表达流畅,思路清晰,纹丝全勇,我很喜欢看他偶尔在绿洲晒一张自己画的画,就像一个产出的大大,画点自己想画的东西,有时候比文字更细腻,更形象,也很喜欢他,就像一个普通人走在上海的街头,在街角坐下喝一杯咖啡,还忘记自己没戴眼镜,抬手扶了一下眼镜架的样子, 这就是一个平凡而正式的肖战,任何一个肖战大概都是最好的样子吧,即便有一天,如他自己所说,成了一个甜点师,我想他也是那个很好的甜点师傅,大概会成为重庆最帅网红甜点师吧,然后上了热搜,又进了大众视野,我觉得肖战了解这个社会的残酷的一面,但他也愿意相信,这个社会无比美好的样子,每个人也都是如此都有不堪或光鲜,这样才足够真实。 感谢观看